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播水节要泰文发音叫什么 叫送甘吗 送甘节 那这一天播水 播水的目的是什么 播水有祈福 许愿 祝你身体健康 幸福 快乐的意思 大概播水节大概连续要三天 每年到了四月中旬左右 就是泰国人的过年的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到泰国去 可能在路上就会有人跟你播水 你不要生气 这个东西是他们在互相的祝福 给你一个 他们是一个宗教信仰很重的国家 然后很虔诚的国家 然后人民很快乐的国家 讲到泰国 这几年泰国的美食在台湾发展越来越快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新移民来到了台湾 然后慢慢的在国际 不只是台湾 国际上泰国的食物越来越受到欢迎 为什么 因为泰国的食物健康 清爽 而且里面有一定的酸 那这个都是对人很好的 所以呢 我的老朋友呢 他本来学法国甜点 他最早做的是唱片的这个行销企划的经理 他后来跑到了这个法国去学甜点 法国学完甜点以后呢 他发现这样还不够 他又跑到了泰国去学做泰国菜 学完回来呢 出了书 然后呢 现在要带大家去泰国 以美食为主题啊 到泰国去玩 跟熊市旅游合作 在6月14号会有第一题次出发 他为什么要去学泰国菜 他带大家去泰国玩什么 吃什么 或是学什么 直接把余美瑞请到我们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啊 泰国菜 还有泰国美食之旅 美瑞好 大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 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在 最近这几年都在干嘛 我在泰国 学一些泰国菜 然后在台湾叫泰国菜 然后是写泰国菜的书 你在那边来来去去 因为没两个月要回来嘛 我就待了半年多 没两个月要回来干嘛 你用观光签证是吧 对呀 来这一趟 美瑞他是 我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以前在BMG 创片公司 专案经理 刘德华 梅艳芳 什么郑一剑那些 来到台湾来啊 都要听他的调度指挥了 因为他是唱片公司嘛 那他们来台湾就打歌嘛 打歌你得要乖啊 对不对 你要上节目啊 干嘛 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经理就是安排 瞧来瞧去就很重要嘛 你很 就是滑载再大牌 你还是得 还是得听他的嘛 但这个人呢 后来就放弃了高兴啊 就跑去学 学美食 学 学做菜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想改行 为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说 唱片已经做很久了 还是唱片业没落了 你已经看到趋势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 但是我有感觉我想要换行业 那我就要换行业的话 就要从自己喜欢的开始嘛 那我最喜欢吃面包 那我开家面包店 很合理吧 那就是因为这样开始 我就一条绳子牵出一头牛 我先跑在台湾 我先在台湾学面包 一路我就学到 到哪里学面包啊 我在那个古类研究所啊 哇 这么高级的地方啊 古物研究所 那个比较遥远 那我其实我也是因为在古类研究所 碰到很多的师傅来学习理论方面的课程 还有那些食材的这个 对不对 就是你要知道它的成分嘛 那我在那边学习之后 我就发现台湾好像没有长期的课程 那我就跟我的同学 那些业界的师傅说 那我要去哪里学 可以让我学的比较透彻 那我要开一家面包店 他们就说 你到法国蓝带 我说法国蓝带什么地方 我说我有听过坑手道 跆拳道 黑带 白带 然后他就说 那个是师傅进修的地方 我说我又不是师傅 我怎么去进修 他说没有关系 这个学校会从头开始教 那我觉得说反正我什么都不会从头开始教就OK啊 初级班嘛 一路到高级班嘛 对对对 后来就去了 你真的跑到法国念啊 对 你不知道日本有啊 你不知道澳洲有啊 不太清楚 你不知道台湾高餐旅也有跟蓝带合作的开班啊 有很多时候就是别人给我的建议 那你要听老人言嘛 对不对 那他们说你要学法式的就到法国去 那我就去了 不是 你学法式的一定要到法国 他在日本教的也是教法国的啊 对啊 但是我有问过毕业生 有个毕业生从英国毕业 他就跟我强调说 我在英国毕业 但是我毕业了业之后到法国去 我觉得法国是最好的 他觉得法国教的还是不一样 他自认为 那我就听他讲 因为他也没有上过 我也没有上过 就去了 对 那我去本来是为了学甜点 后来我有一天看同学上法国菜的课 我就觉得说你们都在学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国菜 后来我想到说学校有十个老师 七个教做菜的 三个教做甜点的 那这七个chef为什么用到这么多人教 那我觉得这个学校应该是以做菜为主 然后我就请同学说 你可不可以写我的名字 邀请我去看一个demo 那我去了之后 其实我完全不会做菜 我连菜刀都拿不好 那我吃了之后 我就觉得法国菜很好吃 你以前比较没概念 在学的时候 对 我以前完全是零 只会点菜 后来我吃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学了之后就可以跟chef做的一样好 那其实我是没有经验 所以我也不晓得人家是累积到多少经验才做这么好 那我那时候就不管 后来想想学费还蛮贵的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要再去吃一次好了 确定我要不要 确定你要学甜点还是学做菜 后来我就先学了甜点 我又跑去学做菜 那我这个人喜欢就是从头做到尾 所以虽然甜点毕业 但是我学做菜我也不是学一起 因为还有初中高嘛 那我觉得要学到一个基本面 一定要全部学完才叫基本面 所以你高级班也念完了 对 然后我就拿到毕业证书 所以你甜点也拿到高级班 做菜也拿到高级班 对 就拿到毕业证书 那花了几年啊 等下九个月可以回来嘛 对不对 然后实习顶多再多三个月 我待了三年 你待了三年 你在那个学校待三年 对 因为我中间在学校申请当助手 因为我就觉得我刀工不如人 我连菜都切不好 要蹲马步 你希望把马步蹲 那我就希望申请助手 我们可以在那个厨房里头做备料的工作 就一直切嘛 还一直学 对 就没有想到没有人喜欢跟料理课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料理课的老师在课堂上 很好啊 所以可能我一堂课人家上一次 我已经上过五次了 但是这样你每一次都有新的启发 对不对 对 这个也是影响到我 我后来为什么去学其他的菜 或者是说在教厨艺课的时候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完全知道他教学的模式 你当助手的时候 你的备课是比上课重要 就准备功夫 对不对 你东西没有准 准备好就挂了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学到的 没有想到是我后来去教厨艺课的时候的基础 那个很重要 对啊 但你回来以后有在饭店啊 因为我在饭店也碰过你啊 在不同的饭店你也有去帮忙啊 对 我在饭店的话就是那个饭店老板 花园饭店老板人真的很好 他给我机会让我去把所学的东西串在一起 所以我就变成不是线上要生产的主厨 他让我去研发或针对不同的菜单去做菜色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我不继续做是因为 没有 老板对我很好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样子的话 我的东西是不够的 你还觉得不够 是不足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中餐的底子 他有西餐啊 对 但是除了西餐之外 那我觉得你如果要学更多的东西 是不是你学的东西的面向要大一点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做经典的法国菜 在自助餐台上的话 我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加分的 我后来一直就想说 那我最爱什么 你很多东西要从自己开始出发嘛 我最爱吃的菜是泰国菜 真的哦 对 而且泰国菜大家也都吃很多年 那你也不想是怎么做的 那我就想说 既然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我的周围的朋友也都非常喜欢 大家对泰国菜都是好印象 那为什么不去学 好吃下饭嘛 对 那我又想到说 那你在哪里学啊 那不到泰国去学 拿到日本去学泰国菜嘛 那我后来想说 那我应该去泰国学 但是泰国的information没有像法国 你Google就有很多学校 你可以选 泰国也有啊 对 可是OK 泰国厨艺学校都上半天课 对不对 它帮你所有的备料都准备好 那它的娱乐性比较高 所以当你做完一盘菜的时候 对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四道菜 等你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你忘了差不多 然后你有很大的烦恼 我到哪里去找一样的材料 很难 到现在还是一样 在台湾有些材料你就是找不到 对 你就必须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卖 它不是说到处都有 那我后来到泰国去学泰国菜 我就问一些很有名的学校 说你能不能教我专业的泰国菜 他说可以啊 十天八十道菜十万块台币 十天八十道 这样算下来学一道菜是多少钱 十天八十道 一天要学八道嘛 对 对 那这样的话 就一天一万嘛 对将近 一天一万除以八嘛 对 那一道菜一千多块嘛 对 还好啊 不好啊 为什么 一天八道菜 那我学的今天 我明天就忘了 我要把自己归零 就是说我完全没有中餐的底子 我没有亚洲菜的底子 我也不知道泰国菜是怎么回事 他了不起就给你一个recipe 对不对 让你做一遍给你看 然后第二 接下来就下一道了 对 然后八十道菜 那我怎么会记得 那像在兰代学校上课 它是要花九个月的时间 才帮你教会 所以你就不断的练习 才把它学下来 你还有时间去思考 对不对 对 这种补习班式的就比较难 对不对 对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学校 它有专业的课程 它就说 从早上九点上课到五点 早上老师做四道菜 下午你还原那个四道菜 还原 对 做一遍给老师看 也有这种学校 对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想要带大家去的 你比较想要做的是这种 才能学到 对 而且你学不是要学多 你只要学既得 你一道菜既得比你学一百道菜 你都忘了 都混一起来的重要 对对 那后来呢 我因为人在当地住下来之后 你会找很多的资料 那其实我也不懂泰语 对耶 怎么办 就用英文啊 在英文上课就会比较贵 哦 真的啊 对 然后后来我就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 因为我觉得每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嘛 对对 我突然去就是壮大的胆子 跑到泰语区的那个食谱书店去看 哦 我想说看不懂泰语 我看图片怎么可以吧 看图也可以嘛 我后来发现到这本书为什么这么漂亮 他这些泰式的甜点为什么这么漂亮 就一看 哇 Bingo 有泰文跟英文 哦 那很好 我就从这个上面去找到了另外一个学校 叫做Wandy 那原来这个学校是泰国厨师考证照的地方 哦 他也培养所有的厨师 你有两个月长期的training 你毕业了业之后你考到证照 然后这些厨师就可以到国外的饭店去上班 或是国外去开业 哦 我就找到这个学校了 那其实泰国菜的菜色都差不多 我从前菜沙拉 然后它的咖喱炸的 对不对 炒菜 味道有 味形有不一样 泰北 泰中 曼谷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有是有不一样 但是我学了这些菜色其实是不断的重复 怎么说 因为它的菜色就是这个刚几个基本款 对不对 那每个学校呢都有专场 那每个学校都会教我一次做绿咖喱机 那每一个学校的技术方法都不一样 哦 还是不一样 虽然都是咖喱机 绿咖喱机 对 每一个学校教法还是不同 对 做法也不同 对 而且老师喜欢你还会把秘密告诉你 就像你跟那师傅做菜一样 哦 有些美咖 对 因为他会跟你讲说 你如果不是跟我上课的话 这个是别人不知道的 好学校说 天哪 好厉害啊 还要惨媚学生呢 当然我也要对老师非常非常的尊敬 不然他就不理我了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教我的我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学到呢 那泰国还有一个学校叫UFM 这一次我会带大家去参观的 这个学校是泰国最大的学校 它是泰国面粉厂成立的学校 哦 它最主要是教泰国当地的烘焙业 没有没有错 因为他面粉很有名 但是他的泰国菜很特别 他全部教你泰国老菜 哦 他所有的摆盘跟那个做法 你有我的泰国同学 他们会讲英文是因为要嫁给外国人 他一看就说 哇靠 这个是我祖母 皇家菜 那个时代 皇室菜 对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皇室的甜点 哦 所以我的皇室甜点在任何学校都没有这样的课程 可是在那个学校是有课程的 OK 那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意外 所以你去了四五个学校 对 专业的学校 待了三年 没有 我只待了半年 待了半年 对 三年是在法国 但是我六日的时候 还是跑到观光课的学校去 哦 还是要付钱吧 对 都要付钱啊 对 哎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来跟我们聊啊 就是哪些菜啊 是泰国每一个学校都会教的那种 所谓的国菜 嗯 来 我们继续跟这个台湾籍的泰国厨艺专家 余美瑞啊 余老师 烹饪老师啊 这个聊泰国菜啊 那个余美瑞啊 她在六月十四号跟熊市旅游合作 达人带路啊 会带大家去泰国 从事五天的美食之旅 五天四夜的美食之旅了 那她自己为了学泰国菜啊 自己花了半年的时间呢 到泰国去 而且在四个不同的学校里面去学 学做泰国菜 回来啊 出了几本的这个泰国的烹调料理的书 那现在要带大家去泰国 以吃为主题啊 不只带大家去泰国吃 还带大家去泰国的厨艺学校 学做菜 当然了 学个一两道啊 你回来就可以炫了 哎 美瑞我跟你聊 泰国菜啊 非吃不可过 我们先讲 很多人讲月亮虾饼 其实泰国并没有 对不对 是真的 泰国只有虾饼 没有月亮虾饼 对不对 对 他们叫金钱饼啦 叫金钱饼 就是红咖喱跟鱼肉去做的 炸出来的饼 有点像天妇罗那样 那个他们是有 是有 但是没有月亮虾饼 对 没那么厉害 那很好吃啊 我就学那个老菜的时候 他们真的教了我 我一道叫做海鲜虾饼 做得很low 怎么做啊 他就是把两个那个 那个润饼皮 然后中间的那个馅 润饼皮 这个是台湾中国人教他们的 对他们其实是有受到台湾菜的影响 就是潮州菜的影响 然后他就是把两片夹起来薄薄的一片去炸 对 然后就想说 这有什么好学的 差太多了 对啊 对不对 虾打成姜 鱼肉打成泥 然后夹在里面炸一下 那个就厉害了 对啊 这个不是真正泰国菜了 我觉得这个都受台湾中国影响 对 好了 那个青木瓜沙拉一定是泰国菜吧 对对对 这个要学吗 有 对 青木瓜沙拉 这有什么好学的啊 我也会做啊 是 但是你要知道说 他们的味道是怎么调 例如说像棕榈糖 我们台湾买的棕榈糖都是一整块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泰国棕榈糖是有点orange橘色的 而且很流行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为什么一直加液体 那个液体是吃还是酱 那可是吃起来又没有那么咸 因为那个颜色我会以为说 棕榈糖 对 结果它是棕榈糖 你看 它调了螺旺子 哦 螺旺子螺旺酱 对不对 对 就是酸酸甜甜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青木瓜沙拉 里面我猜哈 脆的 一定要有 不是一定要有什么 鱼露嘛对不对 对 虾酱一点 虾酱不用 虾米 对 对不对 还有脆脆的 大蒜要一点 蒜片要一点 对 黄姜是 南姜香茅要不要 不用 不用 辣椒要 辣椒要 对 那最重要是那个青木瓜沙拉的那个沙 木瓜 对 那个很讲究有差哦 对 对 他们就是自己献爆的 你看一些那个老太太 她只拿刮刀 她直接拿那个菜刀在上面 对不是拿削刀嘛 削刀或刨刀那个就迅了嘛 对 人家厉害是刀工嘛对不对 对对对 刀工是一条条就像我们中国人切豆腐一样 那个那个功夫嘛对不对 是真的因为我我认识泰国同学 他真的带我到他家就东北部 那我一到东北部到他的他们的小村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凉麦木瓜是这么有名 怎么说 因为家家户户户都有一棵木瓜树 然后木瓜树只要采收下来就分给大家 所以每一个 每一户啊 他家的 他家的厨房一定是有青木瓜 因为大家都会share 你只要两棵青木瓜树就吃不完了 可是有差耶 青木瓜沙拉 做得好 做不好 差很多 我觉得关键在那个木瓜 对那要脆 还要薄 对 还有不能太老 有的吃了跟啃甘蔗一样 对 或是 那怎么挑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其实你只要是新鲜的 你你自己先先爆的 我觉得都会比你买 买直接跑好的来的好 然后第二个 我我会觉得 你的木瓜就是 第一个你要挑嫩一点 因为我也常常买到那种很老的 对 OK 那其实你要多嫩 你就切开之后 你大概就会知道 那我 我觉得最好是 现点现做是最好 好 你如果把木瓜湿冰很久了 不行不行不行 对 还有一个 打抛猪 台湾没有一个打抛猪 是真的用打抛叶 都是用九层塔 那都不对嘛 对 真正的打抛叶什么味道 真正的打抛叶 它会比九层塔来的辣 而且 辣吗 对 我是觉得它有一股 发酵味 对 它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它的那个心 辛香料的那个感觉 就辣椒的辣 是那种辛辣的那个味道比较重 那其实台湾有人重 有人重 但没人用 对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小众 台南的有一个农夫他有重 有重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到泰国商店 可以买到打抛叶 可是打抛叶跟九层塔怎么分呢 它最主要是那个叶形 就长得就已经不一样了 对 但是你如果都跟你摆一起 你会很难挑 那你可以挑那个叶形 只要那个叶形旁边是有那个 锯齿状的 那就打抛 比较长的是打抛 那圆的 因为他们都是背手的一种 对 那如果九层塔的话就是圆叶 那你在泰国的话 泰国到底 泰国真的用打抛叶炒吗 对 可是泰国也有他们当地的九层塔 所以你到泰国去 你看到三种九层塔 你会觉得都打抛叶 到底是哪一种 所以像我刚刚说的 那个叶形是很重要 那你自己觉得 用九层塔炒好吃 还是用打抛叶炒好吃 因为台湾几乎每一个师傅都说 哎呀一个是不好找 一个是台湾人比较能接受 九层塔的味道 我会觉得 味道是不一样 但是九层塔只是关键之一 因为你如果说 你没有用泰式 泰国人的酱油跟蚝油 哦 一定要泰式的酱油 你做出来就不会接近泰国味 你做出来会比较接近台湾味 泰式的酱油是什么味道 我真的没注意 带甜味 他们的蚝油跟酱油都带甜味 日本不是也是 对 可是它那个甜味是 又不一样 是他们当地的 那个泰国味道的甜味 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打泡猪哦 对 做法有点不一样 有人是把那个猪肉煸干 再炒 对不对 对 把油脂都煸干 有人觉得要好吃 是带一点油 就是那个肉要带一点油 对 然后吃起来才有 鲜鲜润度 对 所以到底正统是哪一种 OK 这个我的老师在教我的时候 他有特别讲 他说其实我们泰国人 炒打泡肉的时候 不喜欢把肉分开 变成散散的 只能用汤匙可以捞起来 我们在炒绞肉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把肉 变成整块 对 虽然是绞肉哦 可是还是骗状 绞肉怎么骗状法啊 第一个你的绞肉 不能绞很细的肉 绞肉都绞成像粉末了 所以你要绞成粗一点的 然后你炒的时候 不要去推散开来 整片 所以炒出来之后 会有你刚刚说的编的 但是它不是分两个步骤 它在炒的时候 我们台语说 你不要把它搅拌 你不能搅拌 对 你就让它整片 然后再来就是像我去买绞肉的时候 台湾绞肉绞很细 你虽然是绞粗的 还是非常细 泰国的绞肉都跟你讲得非常的搭 对嘛 对嘛 一球一球 一坨一坨 他们比较喜欢吃这种 对 他们喜欢那个绞肉 是可以夹起来的感觉 而不是出条根 去采一匙这样子 对 那虽然他们吃饭不是用筷子 他们除了吃面是用筷子 他们用那个叉食跟汤匙 对对对 他还是喜欢那个碎肉 不要太碎 不要像粉一样 对 这个是一个重点 讲到这打泡猪 我肚子好饿 真的因为那好下饭 对 就是因为那个蚝油酱油 还有你用大蒜跟辣椒先爆香 然后你再怎么煮都会好吃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讲 台湾买不到泰国的柠檬 泰国的柠檬跟台湾柠檬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擦那个也味道有差 对对对 那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进口嘛 那我觉得柠檬的用法有个非常大的重点 是你只要用对了 你会比较接近它 我们柠檬用在我们这个东阳贡 就是我们的生产下 东阳贡那个也是国汤啦 对OK 这个这个汤一定会加柠檬嘛 有白的跟红的对不对 对对不对 其实红的话就是我们加上 虾膏 对我们加一些辣椒 白的的话呢 其实有清汤版也有加一点点椰浆 做一点浓汤版本 你讲到椰浆 这个又有学问了 现在很多泰式餐厅就省市买个罐头就直接弄 但讲究一点的 自己买椰子刮椰肉用纱布挤对不对 对那个在泰国当地 你如果去上厨艺课的话 他一定会这样示范 对 他的咖喱绝对不会是用市售 他会教你倒咖喱 对嘛 你倒完咖喱的时候大概就饿了 对啊 三十分钟只做了两人份的咖喱 真的啊 对 一定要加椰浆椰奶嘛 对不对 那里面 对但是他加椰浆跟椰奶 在做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你必须 因为椰奶是它很油 对 咖喱也很油 你在炒的时候 你必须慢慢的加热 让那个油脂浮上来 所以你做完的好的那个咖喱的汤 不管是绿咖喱鸡或红咖喱鸭 它必须像那个印度咖喱一样 上面有一层油在上头 这样你吃起来的咖喱才是清爽的 所以今天到了餐厅 一个泰国的咖喱上来 上面看到浮的一层油 那个是标准 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油不会进你的肚子 不会进肚子 因为它都浮在上头啦 你如果油没有煮出来 是不是我喝汤的时候 全部把那个油都喝进去 你的意思说那我们吃的时候 要把油撇掉 对 因为其实你捞出来的时候 那个油它就像麻辣锅一样 它不太会沾着你的食物 但是那些你看到的油 如果没有煮出来 是在汤里面 就不行 但是全部都进肚子 你吃的时候会觉得很浓郁 但是你会很快就不行 我就很奇怪 那咖喱就咖喱 为什么绿 红 白 差别在哪里 还有一个马沙拉咖喱 我们进一段广带回来 来 我们继续跟这个知名的 烹饪老师 泰国厨艺的专家于美瑞 他其实也很会做法国菜了 聊这个泰国的美食 因为他在6月14号要带一个团 带大家去这个泰国玩呢 然后顺便吃美食 顺便去参观厨艺学校 我们刚刚陆陆续续聊到了 这个泰国几个名菜 泰式的咖喱为什么要分绿的白的红的 还有马沙拉差别在哪里 而且他们不同的咖喱 一定要配不同的食材 绿一定要配鸡对不对 对啊 然后红一定要配牛 对 或者是鸭子 对 为什么啊 因为其实这个是他们的传统 但是呢 其实泰国的 我吃绿咖喱我不能配鱼吗 会很奇怪吧 不是有规定吗 没有啊 对 那为什么不行呢 可是人家就红了啊 对啊 奇怪了 对不对 下一次我们煮绿咖喱鱼来吃吃看 我觉得应该可以 没有啦 因为当你咖喱里头做鱼的时候 你一定要放一个东西叫做姜 那你姜的东西是不是跟它绿色的元素 例如说香菜这些东西是不是搭 好 我们先讲它绿咖喱颜色怎么来的 那个绿怎么来的 绿色它是从那个绿色的辣椒 然后跟那个香菜 跟那个绿色来的 是天然的颜色 那红咖喱的颜色 红咖喱的颜色最主要是他们做咖喱的 姜黄 辣椒 红辣椒 红辣椒 那黄咖喱的话是姜黄粉 黄咖喱是这样 对 那其实泰国的咖喱 你刚说的白咖喱那个是马来西亚的 泰国的咖喱叫做红绿灯 红绿灯 很多的那个印度的香料 然后你端出来的时候一定比较浓稠 然后一定会有马铃薯 对 然后当然都是给牛 一定是牛 那个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马沙门咖喱 他们说这个咖喱是从皇室里面去发展出来 皇室料理 皇室之好 对啊 而且还吃甜啊 其实比较有钱嘛 他们皇室建都在曼谷中部 那曼谷中部的口味 像你刚刚提到的泰国各省的地方口味都不一样 中部吃的比较甜 那马沙门咖喱呢 它比较接近印度嘛 马沙门 对 在马来西亚 他们的口味比较重 对 那其实吃肉类 吃昆虫的都在东北部 因为东北部丛林比较穷 昆虫 我还没在台湾吃过泰菜昆虫菜 是什么 例如 没有啊 蟑螂吗 炸猛啊 炸猛还好 还有呢 就是蟹子啊 哎呦 你吃过啊 你会做啊 不会不会不会 我很怕死 我宁愿就是都不要得到那些蛋白质 不会死啊 没有啦 因为我有那个视觉的障碍 我看到的时候 就吓死了 对 但是我的同学就一直跟我说 很脆 而且有蛋白质对皮肤好 然后你只要吃过新鲜的 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不新鲜的 讲得好恶 好恶 别搞了 对 但是我们去逛它的大批发市场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在那个东北部的那个食材区去看到 不好意思 那些虫是一箩一箩的这样 这样在市场上面批发的 我请问一下老师 那个泰国料理的鱼 因为在台湾现在那个泰国菜的鱼 就是清蒸柠檬鱼嘛 对 要不然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炸了在调味的鱼 有耶 有吗 真的有 他们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菜式 他们有一种猫鱼有没有 或是蛇鱼 都是圆圆的 看起来有点像头山那样的鱼 这样的鱼其实我们在学当地的那个传统菜的时候 常常是鹿菜切好了腌过的时候 是跟咖喱一起做的 红咖喱鱼是有 对嘛 你看还是这样 而且他们吃很多的是腌好的咸鱼 他们那个咸鱼就是腌好晒好了之后 你有的时候那个 像一叶干一样 对 其实你经过你们家 就会看到有很多那种东北的路边的小摊贩 他自己做的 他就在街上卖了 到现在曼谷市区都还可以找得到 其实我泰国菜我最喜欢吃的是东阳贡 咖喱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餐厅里面没有 台湾的餐厅没有 可是泰国街头小子到处有 就是用一片小叶子 然后里面放十几种小材料 有没有那个红葱啊 那种花生碎啊 什么的 卷起来这样 像槟榔叶在包 那个 好好吃哦 那个 对 那个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第一个你叶子可能找不到 台湾找不到那个叶子 对 那到底什么叶啊 那个有点类似一种花叶 但是有点像槟榔叶 对 它是深绿色的 台湾如果你今天用那什么美生菜什么的 我觉得差多了 对对对 它其实有点像这种扇形 对对对对 很像它的那个槟榔叶 我好喜欢吃那个哦 我也好喜欢 你学会没 会啊 大家要找到那个叶子 对 因为它的那个配菜哦 其实就是重口味的配菜 它一定会有姜 对 然后一定会有花生粉 虾米粉 对 然后姜的话你会跟那个凤梨 还有一个红色的酱 对 它那个特制的酱 对对 它那个酱其实都是又酸又甜 又甜 然后有一些大蒜 或者是红干葱去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很好吃哦 我好喜欢吃那个哦 我也好爱 而且我觉得那好健康哦 对 就不会有那种 没有负担啊 对 因为它的纤维非常的多 所以它让你消化非常的 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对对对 好了 讲了这几个基本的 泰国菜的认识哦 讲回来你这次旅行团 你想怎么带 你怎么安排 这个旅行团其实我们说的是 厨艺跟美食结合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吃好 对不对 对 那你带大家去哪里吃啊 其实就是 吃好要去哪里吃啊 就是在卖曼谷 曼谷的哪几个餐厅 OK 而且最近亚洲五十里面 曼谷有几个餐厅都在前十名 对 你会去这种吗 不会 不会 因为第一名的餐厅 是在曼谷的印度餐厅 那我觉得说有很多 其实泰国自由行大家都会吃 那我这次会提到的几个 是他们当地的有特色的店 例如说下午茶店 哎呦 泰式下午茶吗 对 他们当地有一个很有名的糕点师傅 叫做道 那我也是从泰国人的口里知道 他说这个道老师呢 这个女孩子呢 他做的嫩椰子的蛋糕 是泰国人非常喜欢的 所以只要是他开店 或是有百货公司开新的卖场 都会拜托他 请他来设柜 真的啊 对 那你要到他的本店去吃啊 对 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叫Coffee Bean 就有一个像星巴克那样 都跟他合作 那我们一定要去 因为你要去泰国 就要吃当地厉害的 而不是去吃法国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去吃吃看 说什么叫嫩椰子 做出来的蛋糕 为什么 泰国人会很喜欢 我们不要 就是本位立场 就是我很喜欢吃什么 我要到全世界各地去找 和我口味的 我们去吃吃看当地的 对 好 这是一家 还有呢 另外一个是我要带大家去东方文华 曼谷的东方文华饭店 文华东方 对 文华东方 它最有名的都是下午茶 对不对 我们不吃下午茶 我们去它的纯泰式餐厅 它有一个纯泰式餐厅 是中午是自助餐 那因为台湾大家 不管你是不是厨师 对 你对自助餐都很熟悉 对不对 它是纯泰式的自助餐 厨师的话 你可以跟我去看 它怎么摆盘 怎么出餐 它在餐台上面 哪一些菜是需要人 哪一些菜可以摆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光那个酱料 泰式的酱料 放在那个小石灸上面 就有15种 你根本每一个都不认识 那个就是很好上课的机会 那一般的人呢 他如果去的话 他可以知道说 什么叫纯泰式的 整个套餐的小 就是午餐 因为一般的饭店 你有泰式的话呢 都是一个局部而已 对 它会有面包 它会有牛排 它是从头到尾 它包括 其实它有一点像说 街头的美食的总集合 台北也有啊 泰式场在成品 对 它那一家是以海鲜为 煮作泰式的口味 自助餐哦 对 对啊 对 我有去吃过那一家 但是这个要跟我们 要去看的是完全是两回事 你是比较街头风 街头小吃 因为其实泰国美食 是一个街头文化 所有你在餐厅的菜色 在街头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精致 对对 精致度 摆盘 手法 那你一进那个餐厅 第一个你会先看到 是他们的果雕 他们的果雕 还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就是有 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嘛 你知道风格差别在哪里 跟我们中国师傅 台湾师傅的 蔬果雕 差别在哪里 我看看你也没有 OK 我是门外汉 但是我 我不会忠视的果雕 但是第一个 我从器具上面 我就可以分辨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 泰式是比较偏 花卉的东西 它比较没有人物 对对 或是动物 对对对 那它的工具也 也差非常的大 因为泰国的果雕 刀很软 对 泰国的蔬果雕 都是用这个 水果用的很多 对对对 中国的 它会用到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台湾的师傅 喜欢这个龙啊 凤啊 人啊 用菜就掉 它们全部都是 自然界的 树啊 花啊 的形状 对对 差别在这里 我觉得 因为听说啦 因为听说 以前那个皇宫 有很多的宫女 那宫女闲得没有 没有事 没事干 对 就拿个西瓜来叼了 对就开始叼了 然后他们甚至于 很会折那个 芭蕉叶 所以他们在 那个供奉 做仪式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甜点 都放在那个芭蕉叶 都折出来了 你讲泰国的甜点 我要讲到 有泰国好多女厨师 去用那个绿豆粉 去做那个水果 有没有 做得跟真的一样 有没有 蔬果小点 对不对 那好 就跟真的一样 连个莲物 连个世家 他都能做 对对对 好像啊 有有有 我也是在泰国 看到那样的东西 以前在台湾 都没有看过 有 中泰宾馆 老早就就有了 对 那我哭老寡 我那个时候 就是都没有看过 然后我到泰国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么鲜艳的小东西 其实我有点 你也不敢吃 你怕它色素 对不对 对 可是你待久了之后 你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这样花花绿绿 我心情才会好 然后你一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为什么那么好吃 我后来就跑到学校去学 去学了是吧 很难吧 那个 要捏得像很难 对 你就是需要有一点技术 跟爱心 跟耐心 但是八九不离时 你只要捏圆的 看起来都可爱 小小的 我们再进一段 广告带回来 跟我们讲 你除了去看这个 吃名店以外 不一定是名店 就是 也是名店了 还要去参观哪些学校 做哪些事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 美食老师 烹饪老师 美食作家于美瑞 他要带大家去泰国 去享食五天 跟熊市旅游合作 等于是达人带路了 除了刚刚讲说 去吃这个 非常有名的椰子蛋糕 然后去一些名店以外 还有什么名店或学校 你会带大家去的 我想要带大家去参观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UFM这个学校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学校的 课程非常的多 然后他是一个 比较有设备的学校 他有两栋楼 然后他有中央工厂 但我又不懂 我只是个观光客 我送别指我去看 那干嘛 就是因为你是观光客 你不会去那个地方 那我们才要特地带你去 让你去看看说 他有哪一些设备 有哪一些课程 将来你下次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去了 对不对 你是想要说 对泰国美食有兴趣的人 你的目标是锁定这群人啊 对那当然我们有设计半天是上厨艺课 那厨艺课我们还是要上课的 然后上课的话我可能会在旁边担任翻译 因为他直接就说英文 那他教什么菜啊 厨艺课一定是我们的那个名菜嘛 国菜 是让你回家可以用的菜 什么青木瓜沙拉 沙拉一定会有一道 然后呢咖喱一定会有 而且自己倒咖喱 然后汤一定会有 东央共要学 对然后炒菜 打泡肉这一类的一定都要有 然后最主要的是说 我有跟学校要求 带我们去逛大批发市场 小的市场没有办法满 满到 我们要去那种大批发 像台北的滨江一样 逛大市场 对逛大市场的话 你逛了之后你才会有概念 那因为那个市场我很熟了嘛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你去帮 方航说明 对就说 什么东西是可以看 什么东西是可以买的 什么东西是最特别的 买了要能带回来 有的不能带回来啊 其实我们喜欢做菜的人 一定会想带干货 带胡椒粉啦 对不对 甚至于棕榈堂 只有在市场可以买得到 你到超市区去买 买不到一样的 有差哦 有 对 颜色啦 风味都有差 OK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还想要利用就是 因为虽然是团的行程 因为人多嘛 有一些空辖的时间呢 我想带大家就是坐地铁 去逛我那种 私房的小菜市场的摊位 因为有一些帮五星级饭店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小的点心 叫Lucio对不对 帮这些大餐厅做加工的 传统的泰国的甜点店 他们是一个工厂 可是它有小门市 这小门市呢 从来没有在所有的旅游景点的 书上面写过 对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 学校附近我有逛过 我有留意过 可是经过老师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去买 然后他还会跟我讲说 早上十点以前 如果你没有到的话 下面就没货了 果然呢 我有天去看的时候 所以这个行程 都是内行人 巷子里面的 对 而且都是你的老师 或你自己去走出来 发现这样这样带 一般的旅行团根本不可能 因为一般泰国旅行团 不可能有这种主题 泰国旅行团就是去 去帕塔亚 去什么 对 而且还有一个是说 当我们去路边摊吃的时候 请问哪一摊特别好吃 这个有差吗 有啊 有啊 打个比方说 你这块区域 有十家都在卖海南鸡饭了 那有可能一家一家吃嘛 那我在当地住过 我就知道 我就跟你讲说 中午一定要吃这一家 然后这一家是吃什么的 还有分哦 中午跟晚上还不一样 因为它晚上 它就没有开了 如果我们晚上 才到信赏去的话 可能有另外一家 可以选择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 他们有沙爹 哎 哎呦 沙爹差好多哦 对 那问题是沙爹 大家都在卖 你也会吃到不好吃的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沙爹你一定要吃这一摊 因为这是内行人吃的 哎 我沙爹啊 听众朋友 我觉得沙爹好坏差很多 有的就很干很硬很柴 对 有的就是鸡肉哦 牛肉就是 含脂饱满又嫩 对不对 对 这有差 跟你的用料有关了 对 还有腌制的方法 对 对 所以好吃的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重口味 大家都说 泰国菜一定是重口味 没有例如说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哪叫泰国菜啊 它是有泰自己的风格 海南鸡饭都新加坡菜了 可是它已经变成自己的风味 不会不会 对 就是把那里有鸡油弄出来嘛 可是我发现泰国鸡跟台湾鸡差很多耶 像我们刚刚说的绿咖喱鸡 在泰国一定是鸡胸肉 可是你在台湾你用鸡胸肉 你那锅就毁了 太柴了 对 要鸡腿肉 对 但是泰国的鸡胸肉是怎么煮怎么炸都不会菜 什么客人 真的 像他们有一个班兰叶炸鸡 对 我在台湾一做就挂了 那一炸就硬了 有的里面还要穿一根甘蔗啊 那个叫什么 对 对不对 然后它那个是在泰国直接炸 直接吃 就跟咸酥鸡一样还特别嫩 可是在台湾我用台湾的鸡胸肉 我一炸就挂了 不行不行不行 对 不行 鸡胸肉只能做好大的鸡排 对不对 所以就要改变做法 变成是说我可能要先蒸熟一下 然后再炸 对 我再喂炸的硬邦邦 还要腌一下 对 一定要腌 对 对啊 对 好了你这次行程你安排住什么饭店 我们安排住的饭店呢 其实是离我们明天早上要去的地方最近的 因为你知道曼谷大塞车 会饭店 对 会换饭店 对 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 都主要是在曼谷嘛 对 在曼谷还要换 对 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可以不要换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换的话 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时间都在路上 因为你坐巴士一定会塞车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样每天花两个钟头塞车 那你不如晚上换个饭店 有塞那么严重啊 超严重 超严重 像我朋友跟我说 这边到这边只要40分钟啊 不好意思 他说的是骑摩托车40分钟 如果塞车的话就是一右40分钟 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都有设想 跟你的行程就不会有去什么 这个坐船去海上市场啊 或者是去坐骑大象 你的行程不会有这种东西 不会有 可是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泰国人去的水上市场 还是会 他离开曼谷大概有40分钟的车程 然后那个市场呢 市场的人大部分都不会讲英文 然后你如果是那个外国人的话 你就是少数几个外国人在现场 我们要去逛的是那样的市场 传统的道地的 对 而且是泰国人假日会去的地方 整整买东西的地方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个泰式传统的厨具啊 哦 哎 那很棒 还有一些很 很潮州 桌上的 对 还有一些很潮州式的泰国菜 你知道以前的那个潮州移民吗 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有钱人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市场都是有钱人去的地方 去逛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前两代的英文市的菜 那你要在那里带大家吃那个潮州式的泰国菜啊 对啊 对啊 我们一定会在那里 然后那个市场也在河旁边 哦 所以你就可以看着那个河边 听起来这个肚子好饿哦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6月14号 这个美瑞老师啊 带大家去泰国啊 去看美食 吃美食 还有做美食啊 然后老师也出了两本泰国菜的书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找看 看他到底到不到底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 谢谢老师到我们现场 下次来教我们别的啊 拜拜